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小妹,今天小妹介绍一部日本电影《花魁》 八岁的青叶被人贩子卖到玉局屋,几番逃走还是被抓了回来 无奈之下,青叶发誓要成为花魁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随后青叶跟随现任花魁学习 花魁用现实来让青叶看清他现在的处境 要想离开这个地方,必须找到一个愿意为他赎身的人 在这种地方,不允许有私情,否则伤害最深的还是自己 因为只能爱人,不能一心一意陪伴爱人 青叶十七岁后,出落得美丽动人 就算他再怎么桀骜不驯,还是需要接客 但青叶对于渣男一见钟情 在初夜那晚,青叶逃离客人身边,与渣男共赴初夜 却被客人找到,渣男距离客人的权势逃跑了 被抓住的青叶不死心,为了试探渣男 第二天去找渣男想与他私奔 但看见渣男的畏缩,青叶知道自己的初恋死亡了 青叶回到玉局屋,花魁忍受多年 爱人仍然不为自己赎身 于是想要同归于尽,但爱人胆怯地落跑了 青叶成为新的花魁 他没有如前任花魁那样妥协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接待客人 跟猫猫桑唱反调 这一切被一吃男看到眼里 他暗恋着青叶,但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挽救青叶 一富男对青叶一见钟情 想要重金买回青叶却因态度无理而造拒绝 之后便收回专横的态度 诚心向青叶道歉并求取青叶 青叶说只要外面的樱花都开了 他就离开这里 于是富男重金购买樱花束 代替外面无法开花的假樱花束 也不嫌弃青叶怀孕了 青叶接纳了他 同一时间吃男也即将成亲 但因为青叶身体不好导致流产了 吃男时刻陪伴着关心的青叶 青叶被吃男感动 两人相约一同私奔 而深爱青叶的富男 痴痴地等待着青叶回来 处在繁华之地的青叶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喜欢小妹我就关注我吧 爱你哦 感谢观看